今天我们来用气炸锅做葱花虾仁蛋 这葱花虾仁蛋有很多名称也叫华蛋虾仁、虾仁炒蛋等 其实是中国广东人的传统家常菜 如果你烦着不知煮什么的话 那快跟着我用气炸锅做法非常简单就好了 重点好吃又不油腻哦 首先在调理碗打下鸡蛋两粒 然后用叉子将鸡蛋打散 那么我建议鸡蛋别打散到起泡哦 然后加入葱花扫洗 那么如果你喜欢吃葱的话可以加多些哦 然后加入切丁的虾仁一大茶匙 然后再下调味料生抽一茶匙 高汤扫洗 加入少许的高汤烘出来的蛋比较松软多汁哦 然后用叉子把所有的食材和调味料混合搅拌一回 准备一个不锈钢容器 或者是这6寸的不粘磨器 然后在容器底部和边缘呢 用哨子抹上一层薄薄的橄榄油 然后将搅拌好的虾仁蛋液呢 倒入这6寸的不粘磨器里 准备榨栏 然后把这6寸不粘磨器放入榨栏里 再把榨栏放进气炸锅内 温度调气180度 时间调气10分钟然后开始炸 10分钟后将榨栏起出 把磨器从榨栏里起出 然后将蛋饼从磨器里沉在盘上 是不是一道非常简单的方法 这就是虾仁鲜嫩鸡蛋松暖多汁 完全不油腻 好吃的不得了的 葱花虾仁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